大家買粉底的時候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怕粉底變黑變灰 究竟為什麼有這個情況 而且不是人人都有 為什麼我朋友塗的粉底不會變黑 為什麼我塗了粉底會變黑 究竟是關粉底還是皮膚事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都遇過很多次 問我們 我們都解答了在店舖的時候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做了這方面的研究 以及做了一些調查 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呢 就是每個人的皮膚抗氧化能力不同 就是等於我們切了蘋果 就有些會氧化得更厲害 有些氧化得更厲害 就說回皮膚的抗氧能力 如果粉底加了水果成分 橙、檸檬、柚子等等 如果人的氧化能力比較高 就會有變黑、變灰的情況 我們都研究過 都做了一個測試 有個皮膚比較白一點 再漂亮一點 好像沒有毛孔的客人 是用了一些比較多水果成分的產品 它就會變黑或者是隔一會 已經是變灰 甚至他們用維他命C都會覺得 因為它會變黑、變黑、變灰 那種維他命C都會建議 晚上用回 但其實一般的時間 我們下水果是增加肌膚的抗氧能力 今天我們就介紹一些粉底 塗了是不會黑、不會氧化 因為它不會加入水果成分 適合這類人士使用 首先我會介紹Sanar的粉底 Sanar之前我們都入了很久的日子 試過和大家溫一下說 Sanar和Color Science都是用礦物粉底 用雙肌膚 而且我們不會加入任何上方的Tilt 看過所有的成分 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Sanar的Duray結合方面 它摸上手好像是霜狀的 但上臉就變成粉 而且很方便帶出外補妝 而且它有兩種顏色 有一種淺色、一種深色 讓你做一個打陰影 一個做highlight 做一個光影的感覺 我們就有兩種顏色 一個light、一個medium 很方便一個粉底 帶出外補妝 如果你想高一點 和補妝能力高一點 就要試試Sanar的濕粉 這個濕粉 Sanar的品牌 是給很多很多明星用的 因為它持久度很好 很高的遮瑕力 它的濕粉也是很好 而且我們都給客人測試過 比較氧化能力高的人 用了一定不會很快變黑 或者是黃 終於找到粉底 會令我變黑了 而且由早上到晚上 都是同一個顏色 好 第三種就是 Color Science Tina Slay 這個很好 加了一個七聖態 如果本身是紋比較多 這個可以收穫一些紋 令到你的紋沒有那麼嚴 還有很滑的這個濕粉 非常之容易推 沒錯 我們用完濕粉之後 記住要撲上一個碎粉 我知道很多人很難撲碎粉上去 你不撲碎粉有個問題 妝很容易溶 尤其是在香港 這麼濕的天氣 你一出街早上 整個妝都溶了 就不用嚇親人了 記住用這些碎粉 做一個定妝 就 保持著妝 可以保持久很多 大家可以上來試試一些不同類型 一些沒有水波成份的粉底 大家就不會把粉底變成黑暈的灰 很開胃 有多維他命質 非常之高 有大的能力 有時候會變得 一些暈可能香 感冒 成縁